专载自白教号作者 小英门足球欧洲国家联赛的赛程早已确定 9月7日凌晨2点45分正式开战 A级国家联赛分组分别是 A组 法国 荷兰 德国B组 瑞士 冰岛 比利时C组 葡萄牙 意大利 波拉第组 西班牙 克罗地亚 英格兰这个分组师的世界杯之前就已经确定了的 很巧合的是2018世界杯冠军 法国和2014世界杯冠军德国分在了同组 但是在俄罗斯世界杯上两队的表现有天让之别 法国队一路高哥猛进夺得冠军 而德国队小组惨遭出局 才倒置了之后的鄂齐尔事件 荷兰队都未能获得世界杯决赛圈的资格 已经摔落几年的五年之王 现在前途一片黯淡 荷兰队现在的势力恐怕无法抗衡强大的德宝豪强 B组三队都属于实力行球队 他们都没有过大赛冠军 目前来看 比利时主力队员们正处于颠崩期 中场大将德布劳内 不知道最近生情如何 丁岛和瑞士都是集体团结情球队 团结精神非常之高 中国国族缺的就是这种精神 虽然脚下技术不是特别出众 但是他们团结一致 要攻破他们的大门真不容易 C组现在三队实力相差不大 意大利近两年陷入低谷 在他们的国家队迟迟没有特别出类拔萃的接班人 曾经的巴山让意大利人看到希望 但是他喜欢思考人生 葡萄牙拥有C罗 定型的五五开球队 C罗现在憋逐劲 参加了 三场一甲都未能进球 期待他的国家队打破进球皇 波兰队世界杯小组未能出现 他们的表现太不稳定 他们的作用名恐怕是 你说我巧 我就输给你看 你说我弱 我就赢给你看 低祖克罗比亚又遇老人家英格兰 两对你争我夺 恐怕西班牙要做受于翁之力 西班牙新一代正在慢慢成长 曾经的梦会一代基本论目 只剩拉莫斯和布斯克茨 他们新一代人才败出 新一代体系未能真正形成 英格兰队基本是新元当道 这支英格兰未来还是有希望的 克罗比亚是俄罗斯世界杯队亚军 但是这支球队显得老迈 主力核心队员基本跨过30岁大瓜 他们应当着手培育新一代了 本周末到下周的具体赛成为 A族9月7日2.45 德国VS法国C族9月8日2.45 意大利VS波兰地族9月9日2.45 英格兰VS西班牙B族9月9日23.59 瑞士VS冰岛A族9月10日2.45 法国VS荷兰C族9月11日2.45 葡萄牙VS意大利V族9月12日2.45 西班牙VS克罗地亚B族9月12日2.45 冰岛VS比利时时间点基本都在深夜了 熬夜很难受 明连字比利时快乐